現在請將委員永昌執詢 巡打直線15分鐘 謝院長 請行政院蘇院長 請行政院蘇院長 委務部勞動部 委員長 委員長 上任資金剛好兩個月 大家對你的稱讚都是接地氣 而且你會拆炸彈 像洗錢房制金融機構櫃台上 你也立刻去解決那些不必要的困擾 像防疫 S光機不夠就立刻去處理 但是本期現在有另外一個炸彈 要叫院長趕快來拆 也就是我們的國民年金 國民年金97年 10月11月第一期開辦 它的這個預期較大 寬限10年 到今年的1月31號要到期 國民年金欠缺的人 九百多萬人有三百九十幾萬人欠缺 但是欠第一期首期的有100多萬人 現在的問題並不是說有八千多個六十四歲即將到國民年金 開始要領取的人 他首期沒有缺 他沒有辦法去用比較優惠的A市計價來領取 他要變成B市喔 不是只有那八千多個人喔 是現在一百多萬人 在3月31日以前首期的沒有缺納進去之後 未來啊 他要去算都不能選擇優惠的A市 只能選擇B市 一個人每個月能夠領取差好幾千塊 1月2月到現在才小12萬人 主管機關衛生部委託保險人士 勞工保險局 這個事情怎麼解 時間到了 本來是到去年底 1月底的時候就發生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特別把他 就是有兩個月的緩衝期 免得大家在新年的時候要煩惱這件事情 那當然到了之後 那仍然還有欠缺的人 這兩個月大概缺了2萬多人 那還有一些分期付款的 那只要是有分期付款啟動了 那未來他就可以領A市 副部長在狀況外我剛剛講的人數 首期期欠缺到現在 100多萬人 將來只能選擇B市的領取方式 少好幾千塊比A市少 他現在還在繳 沒有我剛才講說少2萬 繳了2萬人 那已經開始辦分期付款的 就可以領A市 然後未來 首期欠缺到底多少人 我們現在只102萬人 10年要到了 這個過了3月31號以後再也沒有在期限內繳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如果他有一些相關的理由 比如說不可抗拒的力量 那未來仍然可以來辦理分期付款 那個院長其實你有聽到 我講這麼嚴重的人數 部長是沒有反應還在跟我打2、3萬人 我想我想這個 我是說繳費了這兩個月繳了2萬多人 那勞保局這相關的人員 那你還有100萬人怎麼辦 那我剛才講就是說 未來他如果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提出來就可以辦理分期付款 你是辦理分期付款 他就運了那個期了啦 開始辦理分期付款 要講說有不可抗拒的理由 我們可以讓他辦理分期付款 那就可以辦理A4 部長 因為委員在說的 好像是說 第一期就沒有繳的啦 是啊 提現剩一個月啊 將來只能選B4啊 如果這樣還聽不懂的話 真的 沒有關係啦 這個委員不要急啦 這個我請部長詳細講 大概你們兩個在講的 就是委員在關心事 一開始就沒有繳的 而且數目很大 那這個將來他就不能選擇 比較優的那一種A4 那現在擔心的是這個 那委員這個請指教 就部長會做進一步詳細說明 我們還是希望所有的國民都能享受這個好的制度 那如果是真的有怎麼樣子自愛難行 是來自於個人的能力也好 或者是有什麼狀況 我們盡量重寬 就是讓部長詳細給委員做說明 院長 第二個炸彈 5月1號勞動節就要到 在106年3月10號 那時候還是林全部長的時候 就送了勞工保險條例的修正 其實敏感的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平均投保薪資怎麼算 60個月到180個月 另外就是費力怎麼提升 從兩年調整到一年調整 還有一個就是最近你們覺得要在109年 用200億去撥補 條例當中有這三個 但對勞工來講他們現在心情是 撥補他們是同意的 可是面對另外兩項 這當中經過賴院長 他也沒有把這個法案撤回來 到現在您的手上了 三個 費率 平均投保薪資計算 以及撥補 您現在做的撥補的這個態度的一個表示 那其他兩項呢 這個委員 就是有關勞工朋友 這些相關的老闆基金等的相關事項 政府的態度 第一就是絕對負最終給付的責任 第二在明年的預算中 已經要編列200億來填補 這也是史上第一次 過去也從來沒有這樣 可見政府的誠心跟努力 所以院長的意思是 平均投保薪資你不動 然後那個費率調整您不動 您到底要不要去碰 現在進入到立法院已經副委的 這個勞工保險條例 還是你要把條例擱著 你只要用預算的方式來處理 就是勞動部寫一封信去問你 2月22號 這個現在也還沒有答覆喔 然後說 在109年的時候要撥200億來撥補 可是我剛剛跟你講了 在條例當中 這三項都是極其敏感 其他兩項你的態度 還是等立法院嗎 報告委員 有關於委員關心的這個 平均月投保薪資 那個採集年間 那原來是60個月 現在到180個月 這的確啦 的確是 現在所有勞工所關心的議題 那我在拜訪公會的時候 大家也都跟我提出 對於這要延長到180個月 大家有很大的一個歧見 那我們是認為說 因為這個案子 現在草案是在大院這裡 那未來進入討論的時候 我們也會把各界的意見 也會重複來表達 我在問你的意見 當時你也還不是勞動部長 是 沒錯 你們現在不答覆 都要等到立法院審議 我這樣講好了 難道每次立法院審議出來的一個法案 行政院都執行的下去嗎 不會產生民眾不滿意跟怨恨嗎 不能夠只有丟給立法院 我說的是之前的勞動部 跟之前的行政院 但是現在兩位 我問你們的態度啊 三個最敏感的地方 波普 大家都沒有意見 OK了 費率 還有年投保 那個平均投保薪資的計算 報告委員 你還是要等我們立法院嗎 不是 因為現在法案是在貴院 那我們 當然如果有這個 進入討論的時候 我們也會 那你不如告訴我 這個條例隔著 你們只要用預算去處理 有關於波普的問題 我也同意啊 這個委員這樣 這個江委員是執政黨的委員 他在問的是行政院的態度 所以我們一定會有態度 我們院版的 就院版的態度 如果現在有變化 我們行政院也會有態度 甚至於 貴院審議通過如果 自然然行 剛才委員關係的 都還可以提覆議 行政院也是有態度有權力 所以剛才委員所問的這兩個部分 我請勞動部詳細精算 並且跟委員做面包 那個院長 精算都出來了 假如你現在不撥補 純粹調費率 你要調到百分之二十七點九四 假如你現在不調費率 純粹撥補 你的潛藏性債務 立刻你放進去 讓他可以收益去知識的 你要有九兆一啊 數據都有 現在就看你們怎麼做啊 那我今天來質詢 還沒有能夠有答案嗎 本來我還想問你們 有人說 勞保的上限 十七級在打開 有人說 職業工會兩成多的人 卻領了四成多的 的這個年金 要怎麼樣處理 我現在連前面這個問題 我都還沒有得到 你們到底要怎麼樣來處理 回答我 報告委員 我想 無論如何 勞工的權益 我們一定會 政府一定會負起責任來保障 我不要你再講那些宣誓性的 我要你進入到實質 你怎麼做 五月一號就到 到時候一定會 他們的相關的訴求 會再次希望說 社會跟政府能夠重視 那遲遲得不到答案可以解 一百二十八年 我們的這個支付啊 就要超過一兆啊 而我們現在的一個收入啊 也不過就落在三四千億而已啊 你喔 兩百億在一百零九年撥補下去的時候 你也不過是讓累計負值 從一百一十七年有沒有 從一百一十五年 延長到一百一十七年啊 於是無補啊 報告委員 還有多少時間等你 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問題 的確是不容易處理啦 包括現在 委員我想如果您也了解 各界勞工的聲音 其實對那個平均年資的採集 到底要怎麼算 要多少個月 大家意見也不一啦 那說實在 我們當然也有內部 也有做一些研議 未來如果說進入法案討論的話 那我們也會有一些 研議因應的一些 你錯了 未必是進入法案討論 也許法案就擱著了 三個敏感的處 撥補的那個部分做了 其他的沒有動 我是問你這態度啊 當然這個也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那 可以嘛 也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但是這是要整體去做一個 比較審慎的一個研議 沒有答案 所以 這又是一個炸彈 我要再就教於院長 這件事情我要講 其實最近大家都在討論酒駕 那二指酒駕 無外乎是行滑加重 看有沒有效果 然後呢 也有人說代理駕駛 106年報告就出來了 當時的賀成探部長 也沒有繼續追蹤 又把它擱著 這些 我想行政院可能要去了解一下 但我今天就大家比較沒有關心到的層面 叫做 酒飲的治療 歐衛務部在這裡我要問啊 酒駕跟酒飲有沒有相關 當然是有相關性的 高不高度 有相關性 但是就是說 這兩個就不是反之一然 有酒飲的人就經常會酒駕 那酒駕扭則是臨時性的情況 那不見得有酒飲 不是百分百但是高度嘛 否則你們怎麼會去做 酒飲治療的個人補助 以及酒飲治療的服務計畫的那些醫院去創設 對 在前幾年 我們就意識到有相關酒飲的問題 所以開始做這樣的一個補助 那一方面最重要是要做人員的培訓 培力 希望未來能夠因應這樣的一個酒飲治療 我在這裡把我的訴求 跟院長做一個說明 2008年開始 國內就有人在做 這樣的研究 酒駕有酒飲的他去酒駕 然後呢這樣的一個比例 就是說我查過他的酒駕 發現他有酒飲的百分之三十八 但是如果是查過兩次以上的 你酒駕兩次被我抓到 結果原來這種人他有酒飲的 高達百分之六十幾 所以他非常高度的相關 那板橋更生保護會 在土城看守所的酒駕班成員 他去給他做測驗 他去做統計 其實那裡的成員 就酒駕班 改正他的 有高達七八成有沒有 他們其實都有酒飲的這種習慣 酒飲的這種習慣 那美國呢 阿拉斯加州司法委員會 他把酒駕違規分兩組人 那一組是有治療 結果他一年內 再犯的比率只有13% 一組是沒有治療 結果再犯的比率 酒駕再犯的比率有32% 我舉這些 就是說 衛福部啊 你們現在一年補助個人 六百萬 讓他去申請 接受治療 去門診 那另外呢 也提供九百萬以上 去做酒飲治療的 這個服務計畫 那你覺得有沒有成效 目前其實有做的 其實成效是不錯 就如剛才委員在講的 有治療過的 其實他將來再犯的可能性 就相對的減低很多 不過我們今年 預算大概編在3600萬 好 我直接點問題了 第一個 你如果認為有效 酒駕A1死亡的 三年內啊 前十縣市啊 都高達十人以上 但是他沒有設 剛剛我講的那個 酒飲治療的這個服務院所的 屏東 南投 雲林 新竹 桃園 苗栗 都沒有設 那你認為有效 你將來是不是用預算 怎麼樣去努力 接下來 那如果你覺得有效 我跟你講 你們的門診一百多個地點 他是沒有做個案管理的 那院所有做個案管理之後 卻沒有追蹤說 將來啊 他會不會再酒駕 或說他的酒飲 到底有沒有完全戒除 還有一個事情是 現在是用總預算去支印 那你未來 要不要用罰還或罰金去支印 我想 你們在這邊有沒有 可以回去 因為我看時間到了 做一個詳細的研究 提出一個辦法 不只是新發 不只是在於 教育 不只是 不只是 照案 酒飲的治療 可以到你 好 謝謝 謝謝江委員 謝謝蘇院長 江委員萬安之質詢 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答覆 並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